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之前一直跟姑娘们说 我想谈这个寒妆的一个护肤品牌 叫做Purito 那么今天就是终于得空来给大家讲了 另外也是把他们家的所有的产品 我挑出来用的一些产品 都用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大部分都已经空瓶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感受是挺深的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首先呢,Purito这个牌子是一个 看我的频道的经常留言的姑娘 推荐给我的这里呢 再次的这个隆重的感谢一下这位姑娘 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牌 是让我改变了对寒妆的护肤品的 这个总体的观念的一个品牌 而且这是一个开始 我现在看很多韩国的护肤品牌 但是Purito是第一个 也是从今年春天的时候开始的 之前对寒妆和包括日系的一些 比较平价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呢 统一的印象就是首先便宜对吧 就是比较平价 再一个香精香料放的特别多 再一个就是比较花哨 就是包装好看啊 然后就是什么 但是不讲成分也没有什么效果 基本上就是属于你年轻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好的 但是到了什么三十出头啊 想到什么抗衰老的这种就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可能指望这些护肤品给你起到任何的保养的效果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产品就是实用感也挺一般的 然后效果是也没有的 所以这就是我基本上对之前对韩国的这个护肤品的 这个品牌的总体的一个认知 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屑于去使用韩装和韩国的护肤品 觉得都是闹着玩的 但是直到这个Pirido这个牌子开启了 我对近几年来韩装和韩国的护肤品有大量的改进 尤其是成分上的改进和品牌的树立 这是让我感觉是有一个开先河的作用 就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所以我觉得这个牌子我是要重点讲一下 接下来也是一些其他的现在还在用啊 但是这个牌子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是挺高的 首先在这个原因上 再一个这个Pirido这个牌子呢 它这个我感觉它那个网站上什么也介绍比较香 它这个名字Pirido和Toe是这两个词 组合在一起的Pirido代表的就是他们家的成分 是要用好的成分 就是什么Clamydia什么这些成分 不用有害的很多产品 很多成分的产品在它的这个里面是不添加的啊 还有很多产品是孕妇 然后哺乳期的这个姑娘们都可以放心使用的 对这些都是蛮好的一些特点 还有Toe这个就是韩语的这个土中文那个土的发音 所以它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形成它品牌的名字叫做Pirido 就感觉啊给人很接地气对吧 有土这个词在里面就是很实在很接地气的这么一个牌子 总体看到的包装啊和使用感下来同样也是这样的感受 首先的产品都不是特别贵 基本上就是十几块钱都很少有超过20美元的啊 对我的基本的购物渠道就是在亚马逊 然后包括Yasstyle现在也有这个牌子 但是我基本上都是在Amazon上买的 还有就是它的使用感都非常好 就是没有什么大踩雷的地方 其实有的产品我不是特别喜欢 待会儿给姑娘们讲啊 不是特别喜欢 但也不至于说是踩雷那样的糟糕 对所以这个产品它就 这个品牌基本上就是很稳定的一个performance 好那我们就说了太多的废话 我们马上来开始讲产品啊 按照这个护肤的顺序说来 因为他们家的产品主要就是分那么几个线 什么Sintella线啊鸡血草 还有什么美白线啊 什么保湿抗敏线 我没有按照它这个路线来买 但是就是挑一些 我觉得我护肤乳厅里面需要的东西来买 好 首先就来说它这个卸妆油叫是 Franc Green Cleansing Oil 就是它的那个鸡血草馅里面的一个卸妆油 这个卸妆油里面是不含任何香精香料 也不含矿油 所以是无色无味的一个油啊 就是棒状压出来的时候 是没有颜色完全透明的 然后这个油我发算就是 就是多少 200毫升 对我记得好像就是20出头美金 然后乳化的效果就是挺好的 没有任何槽点的一个卸妆油 然后也是就是温和洗得干净 不形成脸上形成油膜 觉得好像洗不干净一样 然后你多按摩一下呢 就是也能揉住一些脸上的就是 比如说黑头白头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基础的 同时又是实惠大板的一个卸妆油 如果你如果是敏感皮肤的话 那就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因为它也是针对敏感肌来设计的 所以这个油它是六种天然的这个果油混合 然后当然乳化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油还真的就是 典型的日韩的那种便宜大碗又好用成分 又好的这个结因油 所以这个结因油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这个是它好 截面说完 那护肤的第二步那就是精华水 精华水叫做essential Essential Oil或Essential Lotion或Essential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我在我上个月五月份的这个爱用里面 给大家强烈的推荐过这一款产品 就是比较类似于神仙水的配方的 它里面是含97%的那个Patera成分 95%的Patera成分 加上92%的Patera成分 加5%的Nia Sinema 对这个油脂的分泌呀 然后油脂的控制呀 水油平衡把握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因为里面含了5%的Nia Sinema 对我的毛孔的缩小的这个状况 是肉眼可见的 用了三周之后 我明显感觉到我的这个毛孔 是有变小的情况 并不说毛孔本身那个缩过去了 而是说它给你控制的情况比较好 因为毛孔张开之后就不可能 基本上不可能再缩过去嘛 但是它就是给你控制的很好 而且我用完这一瓶之后 我现在用了其他的精华水 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的毛孔 就是那个控制的不如用它的时候 所以它这个效果是肉眼可见的 但它又不是那种 要劲很猛的那种产品 懂我意思吗 就是也是不刺激 没有任何的刺激 也是无香精香料 就是什么味都没有 而它用起来呢 我特别喜欢它是这种泵头的这种设计 因为大部分这个 精华水都是那种 罐装瓶装往外倒 所以就倒的满手都是 而那瓶的可能 可能流的到这都是 但这个泵装的呢 就是控制 就是你取的时候 控制非常好 还有就是它 就是有一点点油润的感觉 你涂上之后并不是那种完全水的感觉 尽管它是那种非常liquid水状的 但是你这样摸一摸是有一点油润的 所以保湿效果也蛮好的 就有明显的净白皮肤 然后缩小毛孔的效果 所以这个产品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我觉得这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之一 对 然后我以后一定是要再继续回购的 对 好 这是它 第三个呢 用的是一个精华 叫做Snail Repair Advanced Serum 就是一个蜗牛的这个 Mucous 就是那个蜗牛的那个液体 对 这个产品呢 其实是误打误撞收到的 我本来是想买他们家的那个 Centella的那个积雪草的一个精华 据说那个精华很好用 但是它给我记错了 Amazon那边记过来之后 记得就是这个 这个蜗牛的这个 这个液体的这个精华 所以我一直不敢尝试这样的产品 因为我觉得挺恶心的 而且它的这个质地 大家可以看 就是这种 透明的 有一点点拉丝 黏黏糊糊糊的这种质地 所以我对这种质地是 不是特别的喜欢 但是既然收到呢 我也懒得去退了 想说算了就用吧 我用了大概有40%的样子了 这个产品它里面是 含93%的这个蜗牛的这个精华 然后效果呢 的确是涂上之后啊 脸喷喷的 然后感觉补水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我不喜欢单用它 因为单用它有一个什么缺点呢 就是它用完之后 脸上不是黏的 但就感觉脸上有一层膜 然后我后续在叠加面霜 什么之类的产品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它会跟这个精华混合 就是那个质地在脸上 会变得很 很 让我不喜欢 对 就是它跟其他的产品 在叠加的时候 会让脸变得黏黏的 这点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所以我比较喜欢 把它和面霜混起来 然后再往脸上涂 这样子的话 使用效果是非常好的 首先它不黏 第二就是也起到了精华 这种补水 让皮肤变得非常的plumpy 这样的效果 而且就是效果也还蛮好的 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使用 我现在基本上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 我比如说用这个晚上 用1%的这个 Police Choice 这个Retino产品 这个产品它是相对油腻一点的 我就把它混到这里面 基本上就是1比1的混合了 这样混一混 然后再往脸上涂 然后就这个产品 在上脸的时候 就没有那种油腻感了 同时又是很清爽 然后很保湿的感觉 所以我是这样子 在使用这个产品 所以用的也比较慢 因为这个Retino产品 我不是每天晚上在用啊 隔两晚上才用一次 所以这个产品 基本上算是摸索到了 它使用的比较 使用感比较好的方式 所以对我来说 是算一个锦上添花的产品 我不是特别推荐 因为它的就是单独的使用感 是有一点欠佳的啊 对但是跟其它混合的使用感 是挺好的 好 这个产品说完了 那接下来说重头戏 就是他们家的三个面霜 这个三个面霜 我全部都用空瓶了 所以我在这里是要强力推荐 这三个面霜给大家的 这三个面霜 我全部都很喜欢 是他们家的三个系列 第一个就是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叫Deep Sea Pure Water Cream 就是深海海洋水的一个面霜 第二个非常推荐的 叫Sea Buckthorne Vital Seventy Cream 就是美白的一个面霜 它的美白成分呢 就是这个Sea Buckthorne 里面据说是含比这个橙子里面 提取出来的这个精华 美白维C的精华 更胜一筹的这样一个抗氧化 美白的一个成分 其实这个Sea Buckthorne Cream 就是说它里面有70%的成分 都是这些啊 第三个要强力推荐的 就是这个Centella Green Level Recovery Cream 他们家非常有名的 积雪草线的Centella的产品 这三个面霜呢 就是基本上改变了 彻底的改变了 我对寒妆护肤品的这个面霜的看法 就是怎么能做到 首先使用感非常好 其次成分都非常好 然后又有效 就是基本上就是面霜的 我所有的诉求都达到了这三个产品 但三个产品是不同的功能 首先这个Deep Sea Pure Water Cream呢 它基本上就是保湿力的面霜 没有什么其他的任何的 更多附加的功能 这个橘色的这个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美白的功能 当然保湿效果也非常好 然后这个绿色的这款Centella 就是首先保湿效果非常好 再一个里面积雪草的成分呢 非常的就是给你镇定消炎 就是敏感性的皮肤 也是可以用的 它里面含一点点薰衣草精油的成分 所以你是可以闻到淡淡的精油香的 但是这个薰衣草的精油味道非常非常的淡 而且就是淡到那种让我喜欢的精油的香味 因为我是不喜欢护肤品里很大量的精油 很刺鼻啊 很直接很刺鼻这种香味我不喜欢 但是它这个就这么淡 淡到我喜欢的程度了 好 就是这么回事 我喜欢它的原因呢 就之前除了这些说的还有一个 就是它一个共同的特点 也是韩国现在护肤品里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的base solution都不是水 你看它成分的第一位啊 都不是水 都是其他的不是什么提取物的成分 就是Centella鸡血草提取物的成分呀 要么就是Sea Buckform 它的这个精华提取物的成分呀 要么就是深海海洋水 这种含矿物质 含各种其他的这种非水的base的这种cream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因为如果不是水作为base 那它后面就成分列表里 难免就是不会去刻意的添加什么养合剂啊 融合剂之类的仿佛剂这些东西 所以这也是韩庄的这个 护肤品里的一大特点 现在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 对 所有的这些产品呢 都是啊 孕妇还有就是哺乳期的妈妈们 姑娘们都是可以安心使用的 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 对 这三只呢 我全部都是日霜和晚霜 全部都是统一用 就是单用它的时候 就是日霜晚上都是它 单用它 日霜晚上都是它 而且这个产品的确美白效果非常好 就是的确是白了一个色号 我用起来的时候 所以它里面全部都是喊什么 NICE CINEMA 就是很好的成分 我在这里就不当成分档给大家 一一讲成分了 但是就是这三只面霜用下来之后 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都是强烈推荐给大家这三只啊 好 这个面霜吹完了 最后一个说一个面膜 就是它们家的这个 睡眠面膜 也是可以当面霜使用的 你看它的这个包装 跟它这个面霜都差不多啊 但是它这个就是要 Volume要大一点 这个是80毫升 这些面霜全部都是50毫升 对 我们正常买的面霜 基本上都是50毫升 但这个是80毫升 这个管稍微大一点 因为我用的频率不是特别高 因为必须睡眠面膜嘛 所以这个还有相当一部分 也就才用了三分之一的样子吧 但是这些面霜就是都很快 然后这个面霜 夜间面膜呢 首先它可以当面霜使用 晚霜使用 就一点也不油腻啊 就给大家挤出来一点 就你看就是这种乳白色的 然后延展性非常好 里面是含有一点点滋润的成分 可以感觉得出来 但是很快就可以吸收 对 然后我之前把它呢 跟我最喜欢的这个 最像的水面面膜 相对比了一下 就最像的这个呢 感觉稍微更轻薄一点 这个是会在脸上成膜的 这个不会成膜 就是整体吸收了就完事了 但是保湿效果也是非常好 在这里呢 我想把它再跟这个 非常网上很火的一个 另外一个含妆的品牌 它的水面面膜叫做 COS ARX COS ARX 这个牌子它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水面面膜就是大米的 Overnight Spa Mask 这两个产品对比一下啊 这两个产品相比较来讲 我更喜欢 PURITAL的这个 而并不是炒得更火的 这个COS ARX 我说一下原因 它的质地也很轻薄 它的质地也很轻薄 但涂在脸上的感觉之后呢 就是它保湿效果更好一点 它更油润一点 但是相反 保湿的效果比它要差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 PURITAL的原因 它也不差啊 对 就是这个大米的这个顺便 也不差 但是要比的话 我肯定是更喜欢PURITAL 全部都是不含香精香料的 质地也非常的相似 然后没有任何的味道 但是相比之下 我是更喜欢PURITAL 这个紫罐 就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下吧 好 这就是我用过所有的PURITAL的产品 基本上大部分都空瓶了 有一些没空瓶呢 就还在努力的使用着 给大家汇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呢 还算有所收获 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告诉我 然后我们多多交流吧 然后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帮助 另外欢迎姑娘们去看一下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啦 拜